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仗在哪里打,部队就拉到哪里练,连人来西部战区陆军特战陆航装甲等十多个兵种,百余套主战武器装备,停进高原,开展实打实报实救实修,积累了大量作战数据,锤炼了实战能力。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枚炮弹呼啸而出,向敌阵地飞去。 精确打击,精确毁伤,快打快撤,成为这次高原使命课题训练的一个闲珠特点。 在完成首轮打击后,炮兵群就准备至二号预定地狱,继续向敌展开猛烈打击。 接着看到,列中不久的某新型反坦克导弹超低空飞向移纵深,精确摧毁,装甲。 就把俩导弹攻击,把俩可以攻击。 与此同时,陆航分队梯队相互斜空掩护,低空掠地飞行,规避敌方雷达侦场,隐蔽进入射击地狱,快速对地形潮件,目标类型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利用空地导弹对重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战情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首轮打击采取多种武器连续攻击的作战方式夺取战场主通权,各直升机迅即降落至野外弹药所,补充弹药再度升空。 飞行员迅速调整飞行姿态,运用多弹种对残余目标实施打击,目标瞬间被摧毁。 在炮兵和陆航空地一体对敌实施密集打击过后,敌伤亡率一达预期目的,此时地面装甲部队迅速利用冲击速度快打击能力强的优势向敌阵地发起冲击。 冲击至敌前沿,车载步兵迅速下车投入战斗,利用反坎克普电骨和清机枪等武器对于残余力量进行清剿。 一组从左侧持续穿插,二组从侧后持续渗透,侦察组迅速查门敌行,是否明白? 一组明白,二组明白,对击二组明白。 路空火力震天动地,敌后破袭,悄无声息。 在夜幕掩护下,客战分队搭乘直升机采取交替掩护,超低空飞行等方式渗透至敌后展开破袭行动。 战斗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天亮,深入敌后的特战分队,向敌雷达站通信输友侦察所等重点目标展开引导破袭,激活殲灭打击。 有效控制了目标区域,不仅采集了大量作战数据,更检验了一系列新的战法打法,为执行高原作战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